虽然说富潮之下无完软 如果全球趋势往下的话 可能很多个股市难以独善其身 但如果我们透过情境来分析 相对具有韧性的区块呢 对 那假设以目前整个疫情的冲击 原本大家以为2月份中国停工之后 对全球的冲击应该是短线的 但我们从所谓的一个产业链来做一个观察的话 可以看到其实在所谓的一个疫情冲击 其实目前整个范围越来越扩散的一个迹象 从原本的制造供应链所谓的一个锻炼的危机 目前到消费者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失业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也代表说 全球这一次疫情的一个影响 真的有所谓的一个负面传播连环套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留意到 未来这些所谓相关供应链 跟说全球消费端它的一个复苏的力道 有没有比大家想要来的更强 那我们假设以这个台湾所谓的50 市值最大的50家公司的缩影 来看一下这次疫情冲击 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少 如果说以这个中性来预估 什么叫中性 就疫情到第二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直缓 那悲观代表说 疫情到下半年还在蔓延当中 所以原本台湾50家的一个公司在2020年原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可以成长到12.3个百分点 但假设中性情况的话 它会只成长0.1个百分点 原本的成长被吃掉 对那假设悲观的情况的话 它会衰退到6.7个百分点 那台湾50里面分成三大产业 传产、电子、金融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2020年悲观里面 传产衰退16 金融衰退13 唯独电子只衰退0.1 微幅的衰退 所以假设在第二季之后 甚至要下半年 真的台股是比较偏弱势的话 我们还是要找到基本面相对抗跌的标的 就会是进可攻退可守 我觉得好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 所以电子股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分成三大产业来做一个一亿的一个剖析 刚刚所提的 电子业今年最悲观的情况是衰退0.1 那半导体代工组装跟下游零组件 你可以看到当中其实谁收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其实原本在2020年预估 半导体可以增长快到三成 下游零组件可以增长34.4个百分点 那主要原因原本大家预估说 今年是5G的手机元年 所以带动很多5G的换机槽 所以今年原本在5G手机相关零组件 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但现一段大家对5G手机推出的时程 可能会延到2021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最悲观的情况里面 它衰退幅度很大 从原本的34%到-7% 大概衰退40个百分点 那当中唯独在抗叠的是在哪 半导体这个区块 原本估大概成长三成 最悲观的情况的话 也有能够成长到 对还可以成长到将近到10个百分点 所以代表整个电子业里面 但半导体就是当中的一个首选 那再往下看可以看到 在整个传产的一个部分 像这个原物料跟水泥 原本今年就估不好了 到2020年假设这样的一个疫情 继续扩散的话 它们的冲击其实还是相当的大 那在传产里面 其实在所谓一个零售 跟下游部分的话 相对冲击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整个传产类股 真的都跌很凶 但一些食品 一些通路 反而相对是抗跌的 那当然有一些所谓的防疫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但只能你上来看的话 它们本身过去受到所谓的海啸 这种所谓的黑天鹅冲击 原本影响就相对是比较淡化 那另外在所谓的一个金融股 但也是大家必须要留意的一个标的 虽然说国安基金好像互盘的标的 金融是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块 但如果以这个获利的一个数字来预估的话 原本今年大家预估金融的成长力道 应该还蛮强的 但没想到因为这个 降息 降息低率的环境 真是说大家在下半年也会担心到 假设台湾也受到疫情的冲击 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坏账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疫情的冲击 可能会冲击到原本一些的一个银行 它的放款 它的业务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利差的一个环境的压缩 将坏账的一个风险都造成说 其实今年整个金融的获利的下修幅度 也相当的大 所以这也会造成说 未来金融股你可能会看到 这个电子股在转弱的时候 金融股因为互盘的关系相对是比较强的 但还是在买金融股的时候 要留意到 它今年其实受到整个疫情的冲击 不会比电子业来的更差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整个所谓的一个传产金融跟电子 这三大产业里面 应该是电子股是在我们第二季里面 逢低布局分逼承接的一个 首选 那到底哪一些个股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 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 整个半导体类股里面 金融金融的一个代工 丰测的一个族群 其实以今年的成长性来看的话 虽然有下修但幅度都不深 但就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波的修正幅度也都相当的大 所以你可以留意到台积电 来到相对低档区的部分 看到外资开始在买超 看到整个关股开始在做一个承接 主要原因还在于说它的基本面 在台湾的上市柜公司里面 其实是看得最乐观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股价 如果未来还有相对低档的话 都可以分批成绩的进场 那在世界先进或者在日月光 我觉得都有同样的一个情况 今年整理上在所谓的一个半导体 这个区块的需求 我觉得下滑度不是很快 所以这些股价我觉得来到低档 都可以做一些分批的一个布局 或成绩的一个买盘 那另外IC设计族群的部分 可以留意到像联发科 联发科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的 一个反弹力道相对来看的话 在半导体股是相当的强 主要原因在来说 因为它有所谓的一个 互藏股互盘的一个力道 所以以今年整个5G 虽然说手机的需求会下滑 但毕竟5G它还是未来的一个大发展 所以联发科虽然说 也同样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 但我觉得如果说未来 整个疫情能够直缓的话 它反弹幅度相对也会变得比较大 那另外联勇也是一样 虽然说今年看到面板 或说一些所谓驱动IC 这样的一个市场 也同步呈现下修 但对联勇我觉得影响程度 也不是那么高 另外瑞宇的部分 跟网通的晶片有关 既然今年5G是一个 未来大家大幅大力加码 推动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网通晶片 我觉得这样的市场 应该不会有太淡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网通的一个族群 可以留意到联雅跟企机 如果以今年的业绩来预估的话 跟去年相比都还能够维持成长 也代表说今年 整个5G的需求虽然有下滑 但对他们业务冲击并不太大 那另外就留意到 在工业电脑这个区块 像华瀚 盐华 零华 本身因为工业电脑 它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其实原本就是比较偏淡的 而且未来可能这些停工 封场 整个所谓的制造业 会慢慢往无人工厂 去做一个转型 所以对他们未来的商机 反而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所以这三种股票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在这个波段以来 虽然也是成年下跌 但整体上跟一些其他的个股相比 我觉得都有一些抗跌的力道 所以整体上我觉得电子族群 可以留意到这几个方向 好 所以哪一些可以考虑在 低阶的方向电子股之外 还有哪一些个股的族群操作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